欢迎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对对动 我是小蓝姐姐 我是小蓝姐姐 那么今天呢 又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环境了 看看我们今天的这幅 万圣节主题的小猫肯迪 还有我们的小猪佩琴 他们两个又在过万圣节了 对今天他们的装扮格外的不一样 首先呢我们就能看到他的帽子 有一种呢很神秘的感觉 对那所以今天我们更要用我们自己手中的画笔 给他们更加渲染上万圣节的气氛了 那一切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玩具对动 现在我要开始给我们的肯迪 先把他的猫脸给他涂上 那我最先画的就是这个帽子了 首先我要给他画上神秘的 其实这个亮色就显得不那么神秘了 但是呢就是喜欢这个颜色我们的亮的黄色 我这边金黄色的蜡笔我也特别喜欢 每次涂上它就觉得特别的闪耀 小猫坎迪它的肤色是什么颜色的呢 它的肤色呢是就是这种金色的黄色这样的 然后特别的就是我总觉得它像一颗糖 哇我感觉它这样好亮啊 没错看起来特别的亮 那因为是万圣节的缘故呢 所以小猫看的其实是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哦 黑色就很神秘了 没错 其实在涂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我也有犹豫 觉得会不会是太深了一点 就黑色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压抑什么的 对 但是果然还是想试一下 因为毕竟是这样一个神秘 有点小恐怖的节日嘛 嗯 是呢 那其实说到神秘的话 我个人觉得紫色也还是蛮神秘的 哦 对的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佩琪 她的脸涂上颜色咯 当然还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佩琪粉咯 那其实他们两个应该戴的是同款的帽子 对 但是 只不过颜色会有区别 是的 好了 现在我们小猪佩琪的脸呢 已经脱好了 接下来我要给她涂一个大红的脸蛋了 哦 看来他们今天一定做了非常好玩的游戏 我们的佩琪脸这么的红 咱们接下来呢是她的衣服啦 她的衣服要画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呢 哎呀 那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那么我先把她的小鞋子画出来 小鞋子呢我要给她画一个红色的 你的水彩笔画一个红色的鞋子 哎 我觉得小红鞋是蛮好看的 对 我非常喜欢红色的小鞋子 对 佩琪也是非常喜欢红色的 嗯 好 那么接下来她的衣服呢 我就决定给她画一个神秘一点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紫色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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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佩琪穿的紫色的衣服 哇 哎 那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 给她们涂画的这些节目里面 其实她们穿的衣服的颜色还是蛮多的呢 对 那现在颜色都已经尝试过了 是的 五颜六色的 现在就剩一个帽边啦 然后上去涂好了 哇 现在帽子已经涂好了 是黑色和粉色的 好像还挺搭配的这个颜色 对 还是很漂亮的 嗯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要往上来涂一下她们的这个 对 写性的小彩条 我这边呢 就是要给她手中的这个气球涂上一个橙色的 像一个南瓜一样的颜色 哎 过节日的时候 小朋友们也可以拿起气球来玩一下 哎 那我这边涂了一个南瓜 涂了一个星星 接着呢 我要把这个南瓜给涂上 那我就找一个橙色的吧 哦 我这个小气球已经涂好了 哦 哇 今天我们两个又合作 来完成了一幅万圣节的涂画 最后我们应该再找一些贴纸 来把这个画变得更加的富富多彩一点 哎 那现在呢 我在这个贴纸上发现了一只 和我们的小猫肯定一模一样的贴纸 我把它贴在她的旁边 啊 嗯 并且呢 和她一模一样 她的手里面也是拿着一样的这个南瓜气球 哇 真是很还原嘛 你看 对 打了一个小的 那我这边呢 我就决定找一个小南瓜贴在我们的佩琪身边 哇 祝你们万圣节快乐哟 嗯 那我们这幅画就已经完成了 好了 小朋友们 在今天的玩具对对碰当中 我们和坎迪和佩琪一起又来过了万圣节了 嗯 是的呢 那我们两个呢 给她们进行了装扮 给她们装扮了不一样的帽子 那还有非常神秘的衣服 那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这幅画吗 嗯 当然啦 小朋友们 诶 如果你觉得她们的装扮很好看的话 那在万圣节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试着这样自己装扮一下哦 嗯 是的 那小朋友们想要自己进行创意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 玩具对对碰 当然啦 玩具故事屋和玩具欢乐秀也同样的有趣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多多关注哦 好啦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